今年這一份的施政報告 其實就是在疫情的一些防控措施 都大致上完完之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 在過去這一年大家看到日後復償的情況 其實就不如大家所想像的那麽好 那個經濟復甦仍然是非常的緩慢 也都見到是有很多香港人的外流 那隨之而來就是他們的一些資本 他們的一些消費力也都是會離開了香港 外國的一些政治形勢也好 加息的大環境也好等等等等 其實全部都是令到香港的經濟是未敢樂觀的 那我們也都見到政府是嘗試做很多的措施 夜經濟的部份 那大家我們一向都認為那個只是治標不治本 我們認為夜經濟畢竟 其實最主要的成因是因為香港的消費力不夠 香港很多的地方我們是沒有足夠的人去消費 而不是純粹說開晚一點就會有人去消費 那所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治標不是一個治本的事情 那今天和昨天你看到政府說的關於要去開拓東盟 或者是在一個中東地區的市場 那這個看似是比較合理的一個方向 香港是全中國裏面最開放 亦都是最國際化的城市 而這個的優勢 這個的特點呢 其實在習近平主席25週年回歸的慶典裏面 他講的一個講話裏面都有提過 香港最其中一個必須就是要去保持這個獨特的優勢 今天大家聽到丁市長也有重複這個說法 去保持香港獨特的優勢 做於什麼呢 在我們的眼中 就是其中一件事就是要保持香港在一個自由開放 亦都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是令到我們的社會的市民 他是有足夠的空間去做一些創作 他有足夠的空間去發揮創意 亦都是要讓香港市民對香港有歸屬感 對香港沒有歸屬感的結果 就是大家都很無感 覺得這件事與自己無關 亦都不會勇於去創新 勇於去嘗試 所以令香港市民覺得政府的政策 香港社會的政策 是對它有影響 是對它有歸屬感 這個是非常重要 怎樣可以令到一些政策 或者社會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 是令市民有歸屬感呢 其中一個方法 當然就是做好一些諮詢 過去這一年 我們看到那些諮詢 很多時候都是水過鴨背 大家有些甚至是 要自己上政府的網站才能找到 是沒有一些公開的渠道 去告訴市民 有些人在諮詢 大家看到的例子 不論是啟德的 這個簡約公屋的選址 還是一些填海項目等等 其實都是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就是政府的諮詢 對於市民來說是難以參與 眾籌的諮詢 眾籌規觀的諮詢也是 所以我們相信 你如何透過一些以往用開的方法 以往做得好的諮詢模式 去做好今屆政府應該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必須要去處理 第二個要去想的就是關於一些選舉制度的轉變 究竟區議會選舉或者立法會選舉在未來 是否可以有空間去再調整 令到市民的參與度會高一些 令到市民是覺得他去投票 他去嘗試去影響一些議會裡面 可以參與到的可以當選的人 是會令他覺得香港這個地方 其實他仍然可以有影響力呢 這個也是我們認為是可以去做的事情 重啟政改這一方面 除了區議會立法會之外 當然也包括了其他行政長會的選舉 選委會的選舉 是一併去處理 但是當然我們很明白的 在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跟政府說這些要去重啟政改 其實可能都是原目求如 但是我相信對香港而言 最長遠 也都是最比較切實地 可以令到政府施政更加貼地 更加可以令到市民感覺 政策跟自己有關係 感覺社會政府的施政跟自己有關係 在這些部分都是無法避免 是必須要去落實、進行的 當然我們也會認為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我們今次的施政報告的建議 其中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政府必須要去想 究竟香港有什麼獨特的優勢 我們可以怎樣透過香港的獨特優勢 繼續在全世界的舞台裡面去發揮 而不是純粹單純地去想 我們怎樣可以靠內地 或者純粹是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 而沒有了自己的一個主導的思維 我們覺得這件事也是非常重要 香港的國際化 也是一個我們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如果我們認為香港是要繼續在全球 去發揮我們的角色的話 在內地與世界之間的橋樑 雖然與以往比較可能已經弱了 但是這個角色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亦都是存在的 那我們怎樣可以發揮到這些角色 而不是純粹去思考怎樣融合 這是我們認為政府是必須要去思考的問題 大灣區的發展或者跌到去 可能是世界頭五都不入的情況 所以這個狀態 我們應該要去想一想如何 去將我們的股票市場 我們的金融市場 繼續去維持我們國際化的一個特徵 就不要純粹是 我們想怎樣去吸引內地的一些企業 來香港上市 另一方面在旅客的情況 也是香港的旅遊業 是其中一個大家都會看的指標 香港的旅遊業 大家剛剛今天見到 旅法局出的一個報告 他的新聞裏面也有提到 8月來香港的旅客的數字 當然是有上升 但是同一時間大家也都見到 內地旅客佔整體旅客的比例是84% 這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 我們都認為政府應該要去想一想 如何去吸引到更多元的旅客 不單單只是一些內地的旅客 甚至乎大家再看回旅法局的一些 比較長期的數字去做一個參考的話 其實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們都是內地的旅客 特別是一些不過夜的旅客 其實都是佔了一個挺大的部份 但是當我們說我們的旅遊業 我們說我們的零售業 飲食業去受到影響的時間 其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吸引到一些過夜消費的旅客 甚至乎是一些長程中程的旅客 那麼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做到這一方面的工作 令到香港的旅遊業也好 酒店業也好 飲食業也好 零售業也好 都可以受惠 而不是單靠一些過境 或者純粹是在那裡來一來 然後就離開的旅客 那麼我們這個也是需要去思考 我們不是說要阻止任何旅客來香港 我們的重點就是政府要去 將它的推廣放在一些不同的地方 去嘗試將我們的旅客多元化 令到大家來到香港的時候 仍然感受到那種中西文化交集 很多不同的元素 在香港可以看到的一個特點 這個我相信是旅客會覺得吸引的地方 另外政府也在說很多Hello香港也好 或者接下來就夜繽紛也好 或者還有其中一個Happy Hong Kong也好 其實有很多這些不同類型的東西提了出來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想其中一個部分就是 怎樣可以有更加多的比較大的節目 是令到一些不同類型的旅客 都會吸引到他們來香港 例如說剛剛暑假 其實大家看到新加坡 他們就是搞英超 就會有一些球隊 就有很多球星去 然後有很多球迷又會去 甚至有很多香港人都會去看球 所以這些情況 為什麼香港吸引不了 我們只有萬聯的UT隊的人 這個就是值得去思考的問題 究竟是捉獎沒有資源去搞 還是香港政府不想著去這樣做 還是什麼原因 還是其他球隊不願意來 不願意來是什麼原因 我想這些地方都是值得去再想 然後嘗試去吸納更加多一些國際城市 吸引更加多的一些 不論是體育界的朋友 明星團隊也好 什麼都好 來香港去吸引他們去參與我們的活動 也都令到更加多的旅客會來到香港 我想這些部分 就是怎樣去吸納外來的旅客 怎樣找到更加多的國際大型城市 在香港進行呢 這個部分我們覺得都是沒有 政府是有一個責任去嘗試去處理的 關於發展的部分 我想我們比較重點說一件事 就是關於現在政府在北部都會區做一些工作 同一時間那個北大嶼都會 或者中部水域 或者交以洲的填海 其實都仍然在進行 但是很多人都在問 我們也都問了一段時間 就是究竟現在的人口評估和過往 政府做的人口評估是否仍然是一致 是否仍然是行得通、講得通 當然就是統計署出了一個數目 但是我想我們也都會去想 究竟它那個數目背後的一些假設是怎樣 究竟是否將我們現在香港現有的情況 即是已經吸納在裡面去做那些假設 去做那些推算 如果我們又搞這個北部都會區 又搞這個大嶼山 北大嶼的填海 究竟會不會最後搞到很多地方拿出來 但是最後是無所用的呢 我們用的錢也沒有一個好的效益呢 我們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 填海的計劃應該是停止的 除非政府它有一個很強烈的數字 是告訴香港市民 它為何仍然是兩樣東西是同時進行的 而不是純粹是口可看的說 那麼在我們心目中 在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裏面 在我們現在看到的數字裏面 在政府說的說法裏面 看來看去 我們都認為 這個郊宇州的填海計劃 是應該要去暫停 那麼在經濟和發展方面 我暫時講到這裏 接下來我會交給 樓宇州的問題 第三就是有關劏房戶的問題 首先就住這個公屋輪候上樓 其實除了剛才主席提到的經濟發展之外 我相信對香港人 或者對基層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住屋問題 那麼在這個公屋 也是他們最賴以追求一個穩定的生活的必需品 那麼其實政府一路就住 歷屆政府 歷屆香港的特區政府 都是在這個問題上 似乎都是做得未如理想 因為一路都達不到那個所謂三年上樓的指標 所以我們其實繼續建議 一些已經要收回的土地 例如好像粉嶺高爾夫球場那裡 我們覺得它應該盡快建公屋 是不是 那麼我們一路都建議的 可以用大規模收回棕地 我們來沉迷一些地去建公屋 加快這些公屋的輪候戶可以上樓 所以我們就住公屋戶 我們有這個建議 至於私人房地產裡面 我們認為特區政府都應該落實 國家的房住不炒的政策 其實目前普羅市民對現時樓市的負擔 也不是那麼能夠負擔到的 所以中小企的雙住的租金 也仍然高期 所以我們認為現在沒有條件去放寬一些調控政策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暫時保持著現況的狀態 至於劏房戶那裡 我們有建議就是 應該要將一些空置的學校 市建局收回了的樓宇 而未拆卸的 以及一些房署連續十次偏配都遭拒絕的公屋單位 應該盡快將它改為一些過渡性的房屋 就提供給一些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劏房戶入住 減輕他們的租金負擔 讓他們可以在真正上樓之前 有一個好一點的生活環境 那房屋那裡我重點說這幾點 那為場地的問題 很多的業主立案法團也好 業委會也好 他們都開不了會 處理不了很多大廈管理的問題 正正是大家都可能經常在家裡 參與這些法團和業委會的活動 就更加看出建築和管理條例 第3、4、4章 裡面一些很多的流動 千瘡百孔 所以我今天重點說一點 其實我們一直都要求政府去修例 去盜住一些藝務的授權票 大家要留意 這些授權票是影響到大廈的決議 這些決議 最高的紀錄 是可以影響到近10億的工程 這些決議是影響到很大的 所以核政這些授權 是無必要由政府部門去處理 我覺得民政事務處在這方面是集無旁貸的 另外一點要提 就是我們最近發現很多遺標的不法之徒 他們可能是透過一些管理 一些有限公司持有物業的授權 去成為一些業主立案法團的主席 這些委員 或者師傅秘書這些重要職位 而這些人呢 根據現在的法例 他只需要得到那間有限公司的授權就可以 而他跟那間公司 是可以完全沒有關係的 每句話說 現在坊間的確確實現了一些業主立案法團的主席 是完全跟那間大廈 跟那些業主 跟持有大廈物業的有限公司 可以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他幫你決策所有的大廈維修 大廈管理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完全不能夠接受的 我們建議政府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要立法規定 只可以授權一些董事 或者是他公司的職員 去出任這些職位呢 我們覺得這個是政府要想的 其次我想提一提就是 剛剛今年8月1號 新校的物業管理服務條例 就是我們叫第626章 這個條例就是 設立了一個發牌制度 現在所有的物管公司 和經理都是需要政府發牌 不論是公司或者人都需要發牌的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我們由始至終覺得 建築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他們裡面的成份 他們的委員 都是業界代表 沒有業主代表的 我們一直覺得 因為物監局 就是幫忙監察物管公司 和物業經理 如果用業界自己管自己 我們覺得是不足夠的 至少要有用家 作為裡面的代表 反映他們的意見 還有就是 之前經常出現的就是 一些收到強制驗樓 而未完成這個工程的大廈 根據政府披露的數字 應該有超過一千棟的樓宇 是未能夠符合到強制驗樓令 但是因為現在政府 它最後的手段 就是 當你長期都未能夠符合 這個命令的限期的要求 它就會透過御署 去幫你招標 幫你做了工程 然後就問回業主收錢 因為要去協助 要幫那座大廈 去找到工程公司 再幫他做維修 需時是慎長的 所以就算那個命令結束了很久 也要等更久的時間 政府才能夠做到事 所以我有一個建議 就是政府 由它本來強制幫它執行維修 就變成強制幫它執行搭棚 那麼省很多時間 第一 如果那個大廈已經是日久七收 它有塌石市的風險 政府可以強制幫它搭了全棚 其實搭了全棚那一刻 已經保障到所有行人的安全 因為 一個基本安全 當然不是絕對的 但是都是一個較為安全的狀況 而大廈搭了棚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日後去做維修 它都能用回棚錢的 它也能省得回 所以 對政府來說 去執行 搭個全棚 絕對是給執行 幫它做完整個維修 來得的時間是短的 很簡單 舉個例子 搭棚 就只是佔一個星期 或者兩個星期 做整個工程要180天 搭棚也只是佔整個工程 金額大概5-10% 政府所額外支付的行政費 也相對較少 所以我們建議政府可以這樣做 希望能夠立光建影 協助到一些 一直執行不到它的驗樓令的大廈 也都盡快保障到行人的安全 最後一點就是 我們也有見到近日一些斜坡 倒塌的事故 這些斜坡 香港的斜坡主要分兩種 一種就是政府擁有 一種就是私人擁有的 其實 很多大廈、屋苑 特別是在香港倒的 其實 他們都會擁有一定的戶土場 和斜坡是屬於他們的 政府會定期要求業主 去就著這些斜坡戶土場 去進行圈拆 如果要交報告 報告看得出來是怎樣 如果報告不理想 就要業主去到維修 我們覺得 政府應該起碼都就著 這些斜坡圈拆的檢查 全面向業主辦法團 推出支援計劃 讓他們去做 因為我相信 過去十號風球和黑羽之後 很多大廈、很多屋苑 他們的塌樹、倒塌、水浸的情況 我們收到很多求助個案 所以我們覺得政府要想一想 我相信 我們也好 政府也好 在十號風球和黑羽之前 都沒有想過這些事情 但我覺得 做事要講效率 見到有這些問題出現了 而接著未來幾個月 就很可能是很多大廈 都要就著斜坡 或者他們自己的擋賭場 去進行一些檢查 我希望 為鼓勵業主 和輸解業主的經濟壓力 政府應該提出適次的資助 那我是補充這幾點 謝謝你 這個的倡議 就預留三百億元 他就興建 在十年之內 興建了白鎖的安勞院舍 去滿足到一個 日後的照顧服務的需要 以及就是加強了 這些院舍的培訓 人員的培訓 和增加了人壽的比例 至於因為都明白到 越來越多的人士都需要 一些照顧者的支援 包括了長者 以及一些特殊需要的人士的照顧 其實都要求他加強相關的服務 我們都是倡議 就是進行一個 加強照顧者的熱線 以及長遠來說 在各區成為一些 照顧者的資源中心 去協助這些照顧者 去配對一些合適的服務 除此之外 也是增加了各區的一些 暫托的門額 讓到一些緊急情況的需要 都可以有一個 照顧上面可以得到幫助的協助 另外也增加了公養年長 父母的免稅額 為長者長期照顧開支等等 都有一個新的協助 以及就注入一個 照顧者支援的津貼 免一個入息的審查 讓到一些直接經濟援助 散開了很多無論行政 以及申請上面的困難 另外我們其實也強調 一些公帑的資源 是應該資助本地的院舍 但有隔於其實政府 都有一些計劃 去將一些本地的長者福利 去擴闊到達灣區 以及通關之後 有一些港人的長者 都會選擇去內地去養老 再加上越來越多一些 養老相關的服務 或者一些軟舍的供應提供 我們都希望政府 必須做到一個把關的工作 去確保一些 港人在內地使用相關服務的時候 是符合到本港的標準的 我們都建議 都是加強一些本港住內地 特別是住廣東省的機構 可以處理一些涉及到港人 在內地的一些軟舍照顧 或者等等的個案跟進和協助 以及從內地的一些政府 去做一個協調的機制 看看如何可以更加有效地去處理 就住一些照顧事宜的相關的 投訴或者個案跟進的情況 以及就住一些 受到公帑資助的一些軟舍 加強過巡查 確保這些軟舍 都是符合到香港的相關標準的 此外其實近期 無論是精神健康的問題 都引起了社會的關注 我們都是強調政府 必須作為一個早介入 即是適別和早介入的工作 即是在社區層面裡面 已經是發掘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並提出一些協助 加強社區對於精神健康的教育 即是建立一個正面的觀念 以及正視了精神健康的問題 以及鼓勵大家及早去尋求協助 另外也加強了各區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的支援 特別是加強這個 即是可能曾經患過精神疾病的人士 作為一個蓬佩支援的角色 即是讓他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 去協助一些患者去 如何去適應到一個社區的環境 另外也強調檢討有條件釋放令 除了看醫療方面的需要之外 亦都是要保障病人的權益 這個檢討需要去進行 另外我會講一講關於 除了福利方面 講關於一些環境方面的事 我特別強調就是 要希望適合淘汰燃煤發電 以及減少碳排放方面 我也希望政府落實2035年 淘汰燃煤發電的目標 希望盡快落實新能源的發電 以及制定一些比較嚴重的標準 就是全面減少碳排放 以及減輕電力工業的負擔 以及鼓勵企業 落實更加多一些節能 減排的一些科技 以及對於一些舊式流域的 一些能源的使用 以及做一些建議和規管 以及可以使用一些公共交通工具 亦都方便了一些自養草物的人士去出行 另外其實早前發生的布希琴事件 亦都揭示了 其實市民對於一個野生動物的認知 其實是相當不足的 那麼我要求政府 是需要全面推廣一個野生動物的價值觀教育 以及提倡人和野生動物共存的概念 而且在中小學裡面 都是加強了這方面的動物權益的內容 之外都是希望政府盡快修訂 一個野生動物的保護條例 就是透過一些相當簡化的程序 處理一些 例如位置野甲這些行為 就是加強過罰則 以及之前政府進行有關於一個白鴿的一些被人糧的試驗計劃 亦都希望他盡快交代計劃的成效 而且如果是有效的話 盡快在全港去實施 就是以杜絕了一些野甲為患的黑點 他們的滋養的情況 我大概幾個部分就是 可能要是有一些發出告票前的緩中期 就確保在這個小商戶的營商環境 就不會在現在這個經濟不景的情況之下說上加傷 另外第二點就是關於這個油尖黃區 就是有一個希望政府牽頭 處理這個油麻地果欄的重置計劃 因為其實這個油麻地果欄 雖然都是一個比較知名的地方 不過其實一直以來 很多環境衛生問題是被居民救病的 我們希望政府牽頭 跟這個善建局 鮮果反商和鄰近居民團體 成立一個統籌委員會 正式去處理果欄的重置 不要一直都是指紋樓梯響的階段 另外就是要保留舊有果欄的二級建築群 就會發成一個零售性質的市場 就將本來有大量的上落貨 有環境噪音滋擾、交通滋擾、治安滋擾的批發市場 就移到去考場街的新大樓 另外也有一點就是 去年一直以來 政務司副司長就有個牽頭有個工作組 其中一件事就大力打擊的就是鼠患的問題 大家看到鼠患的問題是日出嚴重的 不過現在鼠患的參考指數 已經是非常之 我們認為是不能夠準確反映到 地方的鼠患的情況 所以我們希望去改革鼠患的參考指數 就用一個更加貼近實時的數據 以及用一個細區這樣劃分 就處理一個鼠患的黑點的問題 並且引入更加多 就是暫生的滅屬科技 進行這個泡滅的工作 另外環境會新了一點就是 都在未來一年 就應該大家都會非常之切身的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垃圾徵費的問題 這樣其實就在徵費的一個載職 雖然它有一個半年的 可以說緩衝期這樣 不過其實很多市民 都對於那個垃圾徵費 是覺得是一層幕子不知道 接下來是怎樣的 所以應該立即 政府要加強公眾教育和政策解說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其實現在那個法例 就有很多的責任 例如如果有人真的不依規則 去用普通膠袋去扔垃圾去大堂 其實那個執法是有一個很大的困難的 現在很多時候 現在政府建議 就是給物館公司 自己去做一些違規調查的工作 其實這件事 就是一個都非常之難的 也都是我們希望環保處 看看會不會是有一個 加派人手去支援物館公司進行違規的調查工作 另外也是跟垃圾徵費一起去進行的 就是一個減低階層垃圾桶的數量 不過我們認為應該要特別維持在鬧市 或者是旅客沉述的地點 維持垃圾桶的數目 以至防止垃圾圍成的問題 另外就講一講教育方面 教育方面 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想說一下 就是一個我們希望政府 可以考慮設立一個官辦 或者是津貼的幼稚園 就是一個比較 可能是有一個 對於這個十五年免法教育 就有一個更加正面的影響 就是因為其實現在就是那個 大家都知道學童的人數是不斷減少 也都是有很多空置的中小學校社的 我們認為其實就是政府 應該考慮就是善用這些中小學校的校社 就是成立這些官辦的幼稚園 改善其實一直以來就是為之救病的 幼稚園校社的空間不足 老化和租金高昂的問題 因為現在就見到就是 政府譬如在小西灣有一個的 幼教中心 其實是完全是不足夠去應付 全香港的幼稚園校社的 哲思不足問題 應該有一個牽頭的作用 成立這個官辦 或者津貼幼稚園 亦都是可以透過這個官辦化 以這個視點去落實這個 幼稚園教師升級表的一個政策 改善這個幼稚待遇 和減少教師的流失 另外就是這個就是關於 人口吸引可能鼓勵生育 就是在短期目標之下 就是善用公共屋村園 戶委會和其他限制空間 增加新近入伙屋村的幼稚園比例 推動幼稚園的長存一劑和長存一劑 中小學應該繼續加強這個放後托管服務 支援雙織家長 釋放婦女勞動力 其實現在很多的家長 或者是准家長 或者是新婚的夫婦 他們可能覺得 未來如果要生小孩很大的問題 就是關於他們如果是雙織家長的話 那個媽媽未必可以去照顧 或者可能他們未必可以很放心地 給他們家裡的四大長老去照顧 或者未必有能力去請工人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增加一個長存一劑 和中小學的科學托管 就可以令他們安心 可以繼續有個雙織家長 可以繼續有他們的工作 也是吸引他們去考慮做生育 另外就講一下大專院校 我們認為應該要保持大專院校的國際化優勢 繼續發展香港成為一個國際高等教育樓 有一點就是 招收非本地生的時候 不應該只是質重於部分地區 而應該有一個更加國際化的視野 去吸收不同的非本地生 另外有一個特別就是 希望是增建各大專院校的學生宿舍 吸引到這些海外的學生 就讀本地院校之餘 亦都可以保持到本地學生的入宿比例 就是令到可能更加多的本地大學生 亦都可以有可以入宿 就可以擴闊到本地大專生的國際視野之餘 亦都是吸引到更加多的海外的一些學生 去來這個香港去就讀這個大專院校 就能夠保持到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 我在教育和文學生就當時說了這麼多 現在還發生 我們想在今次的施政報告的建議裡面 正可以落實到一些新的政策 包括雙用車的收費劃一在25元 因為其實在三稅分流之後 大家都會看到過海隧道一些其他車輛 一些票價 相對來說 劃一了也都降低了 對他們來說其實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商用車上面來說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他們 因為三稅分流之後的新的收費 導致到他們的成本是增加了很多 而我們在上次說三稅分流未實行的時候 他們都提出了這個建議 就是希望要劃一做到25元的隧道費 讓他們在經營成本上面 可以降低一定的壓力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其實三稅分流這次的建議 我們都覺得 後來現在看到也有一定的成果 就是過了隧道一些時間裡面 看到那個塞車程度是降低了 不過根據整個實際數據 我們會看到過海隧道 其實那個使用量已經飽和了 但是到現在我們都未看到 特區政府在長遠的過海通道規劃裡面 是有一個新的建議出來的 希望可以盡快有一個新的海底隧道的建議 或者過海通道的建議 在這個施政報告裡面可以看到 也都令到稍後會不會說 在過海隧道上面的擠塞 再有什麼情況的時候 沒有任何的板可以應付呢 這方面希望可以 我們倡議制 盡早有一個新的過海通道規劃 可以讓市民去理解 另外在交通上面 我們都建議過類似公共巴士的公營化上面 也看到有其他的持份者 都提到類似的建議 我們都喜聞樂見 如果我們有些建議 大家覺得是對的話 一起去倡議 也可以令事情更美好 後面另一個部分 就說到勞工政策上面 另一個叫做高財通計劃 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引入了一些專業的高學歷等等的人才 但事實上 其實它的透明度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 我們很建議 現在都批了大量的人才來到香港 就應該提高它的透明度 可以理解高財來到香港的時候 究竟他們做什麼職業 他們來自哪個地方 他們的專業是什麼等等 都盡量可以令市民有更多的理解 知道他們究竟發生什麼事 亦都保障本地勞工的權益 與此同時 其實現在政府也推行了一個 補充勞工優化計劃 其實實際上就是輸入外勞 其實是一些基層 非技術性的行業裡面 我們都希望政府可以在這方面 做足把關的措施 確保僱主可以優先聘請本利的工人 並且在24個月的外勞的僱傭合約完結的時候 就要停止續聘 整個計劃就要在一年後 要對計劃作出一些詳細的檢樓 亦都檢視這個計劃對本地勞工市場 以及社會工資的影響 最後在勞工方面也都說到 其實要加強規管一些現在的工地上的安全問題 尤其是大家看到 最近的工商意外都非常多 工業安全意外也是很頻密的 民主黨我們都建議就是 部門的人員和地盤安全主任 也都應該是增加巡查的次數 保障工人的安全 還有現在其實香港大家 去到夏天的時候都覺得非常酷熱 那些暑熱指數近期都出現了 但是其實實際上那個安排 以及實際對工地這些露天的工作 其實那種規管上面 我們看到那個約束性其實不大 希望我們當局考慮成建商 在工地裡面增加一些氣溫的監測系統 作為一個指標 亦都是對工地或者露天工作的工人 是對他們的保障可以加大 以上就是兩個方面的建議 好 最後請范樂生 講一講青年 一些地方進行街頭表現 所以我們都認為 建議都政府可以參考 其實西九個文化區的街頭表現計劃 就是透過可能設立新政牌照的制度 又或者可能在一些市區的地方 設定一個街頭表現的專屬區域 容許讓一些街頭表演者 可以進行街頭表演 從而展示香港的特色和文化 另外就是我們都建議 政府活化一個空置的校舍 街市作為一個青年的創業中心 我們其實都見到可能在其他區 譬如說大埔區的大埔藝術中心 其實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們其實政府都可以參考一個例子 就是活發一個街市或者空置的校舍 容許給一個青年提供一個創業的地方 透過廉價的租金的形式 就讓他們可以開始一些不同的 譬如說隔壁班或者收買一些地方 可以收買一些手作產品等等之類的 露訪去探訪去瞭解一下 不同的青年在就住創業方面 其實他們有些甚麼不同的形式之類等等的 另外我們民主黨也是建議 其實政府就著現在推行一個青年宿舍的時候 應該更需要在市區那裏增加更多的青年宿舍 因為現時很多的青年 的確是為了可能因為上班的地方 是需要較遙遠的 他們選擇可能在市區那裏租住他們的租屋形式去居住 但是因為往往就是租金亡貴 所以他們選擇可能在市區的劏房去居住 所以其實政府在現在增設這裏的青年宿舍的時候 其實都不可以忽視這班青年 其實在居住在市區劏房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現在 政府已經可能推行中的青年宿舍裏面 有部分可能是一些青年宿舍 主要是一些郊區或者新界的 比如說大埔就有80個宿舍 而元朗就已經有1600個宿舍 但是市區呢 市區其實的數量真的不是很多 其實都是有400多個左右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其實由酒店形式 轉為青年宿舍裏面的一個其中位於荃灣的地區裏面 其實只有200個宿位 但是那間的青年宿舍已經收到千多份的申請書 其實可以這個情況可以看到 其實青年對於市區上面的青年宿舍 其實有很大的需求 所以因此我們都很希望呢 政府更加在大力推行這個青年宿舍的時候 更加應該要考慮在市區那裏 增設更多的青年宿舍 我的部分就在這裏 剛才問到關於經濟上面的問題 我想大家可以觀察到現在香港社會 那個經濟的情況 原因當然有很多 剛才有提到外圍的因素 有本地一些消費力也有影響 有些消費力是離開了香港的那些 其實你要去補充一些消費力 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所建議政府去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怎樣可以令到香港市民 是更加有一個心情去消費 當社會這麼大的壓力的時候 當整個政治氣氛都仍然是這麼緊張的時候 天天都好像很緊張的時間 那麼緊張的情況下 那麼大家怎麼會覺得可以很放心去消費呢 那麼這個可能其實是其中一個 都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 第二個我們有提過的方法 其實你看到我們那個聲音報告的建議裏面 也有說的就是 我們認為一些外國的一些吸引力的東西 其實也是可以幫助到我們香港整體的消費 過去我們看到比較多的就是 永遠講來講去都是講七攬 或者講渣打馬拉松 那麼究竟除了這兩個之外 其實我們大家還有沒有其他 是一些比較大型的國際城市 是可以在香港進行的呢 為什麼好像現在其實 一些運動的種類 他們是越來越多 也都他們選擇在不同的地方舉辦的情況 也都越來越多的時候 為什麼香港吸引不了他們呢 就是我覺得這些地方 你說是不是即時可以有一些影響呢 其實可能未必是很即時 但是我們看到也是一些 可以被人看到有個展望 將來可能有機會做得好一點的地方 第三點我想提的就是 就是在剛才也沒有什麼特別提過 就是我們看到過去這一段時間 就是剛才講的一些經濟環境 或者社會裡面的壓力等等 其實其中一些原因 或者其中一些的 一些比較外顯的事情是什麼 可能就包括了 突然間會有一些在公下違契的執法 突然間又會有一些 又說你某些食肆又怎樣違規的情況 我想這些情況就是 一個KPI主導的政府 其中一個會出現的問題 對地政總署來說 他的KPI就是收到投訴就要做 但是同一時間 可能有其他部門 他的KPI根本就不是這個 就是要怎樣發展經濟 當大家有不同的指標 也有不同的最後的方向的時候 那就做了一些事情 就會自己打自己嘴巴 自己踩自己 我覺得這些情況 仍然是正在發生的 我不敢肯定 究竟政府他們怎樣去理順 中間的事情 怎樣可以令到一些 可能是自己嘗試去做一些小生意的人 自己嘗試去謀生的人 去改善到他們的一些生活 但是我相信一個這樣的情況 剛才提過的那些突然間加強很多執法的情況等等 都會是大家反而覺得 又好像空間又細了一些 這個情況又會出現 所以我想具體就是大概這樣回答 關於區議會那些部分 我就最後先一次過跟大家去討論 可以講到給大家知道 就著政制那方面 我想剛才在我開場白的時候 也有講過 怎樣去做好一些諮詢 怎樣可以去思考一個未來的選舉制度 是不是仍然要維持著現在的選舉制度 我想政府還是要去想 但是也都很老實 正如我剛才也都有很老實地跟大家表述 我相信政府在這個階段 它是不會這麼快去想 因為區議會選舉它都沒有選 立法會選舉它剛剛做了第一屆 然後完結了兩年 當然大家看到很多問題 究竟它會不會去檢討 暫時未知 但是我想民主黨 我們如果要去避這個題目 我們就不會在前言裡面去寫 也不會在我開場白 一開始的時候已經講得這麼清晰 所以這個是關於政制方面 生育率的情況 其實你叫香港市民去生小朋友 其實我想都離不開幾樣東西 第一件事就是他們覺得這個社會 是不是他們覺得是一個適合去生小孩的社會 適合一個下一代的社會 究竟他對於未來的前景是怎樣看的 他覺得他的小朋友是否可以健康地成長 在一個適合的環境下去成長 我想這些都是會影響到他們的生育的決定 另一方面可能有一些實際一點的就是 例如剛才我們提到一些關於托兒的服務 又或者是否一些在經濟上面的支援 但是我深信你突然間跟他說 我給你幾萬元然後你就生個兒子 這件事我估計對於一些本來不打算生小孩的人來說 不是一個誘因令到他生小孩 所以整體而言我覺得怎樣去令到社會 在教育方面在整體社會政策方面 令大家覺得香港仍然是值得他生小孩 他是有信心去生小孩而在那裡受教育去成長 他是做到一個他心目中覺得是理想的小孩 一個理想的人 我覺得這個都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因素 有若見政府的 即不論是財政預算案的一些建議也好 還是施政報告的建議也好 我們都嘗試去若見政府去談 因為對我們來說 我們的工作作為一個政黨 我們作為香港市民的這麼多年以來 曾經都投過票支持我們的一個政黨 我們是有責任去繼續把這些意見去講出來 你問我的話我仍然覺得政府是有責任去聽這些意見 他們選擇不去跟我們見面 可能跟行政長官覺得 他要取消在行政會議前的示威一樣 他覺得可能渠道已經太多了 不需要特意見面 也有機會的 我不知道 但對當然接收市民意見的渠道 我相信第一 永遠都不會嫌多 也都不應該嫌多 這件事是匪夷所思的 第二件事是我想我們仍然是一個 可以代表到一部分香港市民的聲音的一個政黨的時間 我都希望他們是一個空襟去見面 即使大家可能有些想法不同 可能我們的支持者都會覺得 你為何要跟政府去見面 你跟他很友善嗎 你見他做甚麼 但我們都會責之所在就要繼續做了 所以我們認為政府如果他認為自己是有責任 去聽香港市民的聲音的話 其實都應該要有一個空襟去見面 但他事亡 他不是說自己沒有空襟 他事亡見不到 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們要做的也會繼續去做 會不會影響之後的選舉 那些都是留在最後才一次過去答大家 是不是還有一個問題 我留回了 對不起 迪志遠的那個 我想我不特別去評論他那個想法 但是我們認為要去思考選舉制度的轉變 其實幾時都是一個適合的時間 即使我會判斷政府覺得現在可能不會做也好 我們都認為這個是應該無時無刻都要想著的問題 基本法第45條和第67條都仍然是生效的 仍然是存在的 那個目標不應該突然間忘記了 我怕我記漏了 主要是想訪問 是否真的會派黨員參選 包括部署大概是怎樣 我們那個決定 仍然會是九月的中委 我們才是做一個決定 那個決定會是一個什麼決定 就是我們有一些黨友 他們是參與了支部的恩選 他們就會那些名字經過支部的會大之後 那些名字就會上到中委那裏 中委就是確認 究竟我們是不是推薦那些個別的人 去參與 去代表民主黨去參選 所以那個 你說我們究竟有沒有人會去參選的決定 在最後都是會等我們去到九月中委的時候 我們才會確認到的 所以也都那個部署 我想個別的人自己 他們有興趣 或者是覺得自己是需要 想去參與的人 當然他們會有一些部署 黨本身 我想我們也都有一些準備 包括可能在財政上面的準備 就是有一些人 他們可能需要少許的支援的話 那我們也都會有一些準備 但是你說很具體地有沒有其他部署 有沒有開始找提名 那些我相信就應該 在黨的層面還未 在我自己個人的層面 也都沒有這些相關的事情發生著 個別有沒有其他人開始做著 那我現在這一刻就真的答不了你了 但是都想想加上一下 如果真的有黨員去參選 其實預計那些選民他們的意見 或者他們的支持 我想這次我們在做這個決定 或者我們個別的人去做一些不同的決定之前 大家都有很多考慮 包括了就是究竟這些位置 我們還有多少空間去做到 我們覺得值得去做的事 包括了就是我們認為 究竟在香港 是不是仍然是需要在一些 體制裏面是一些 可以代表到市民的聲音 不是純粹是一個主旋屋的聲音 不是純粹是一些應聲蟲的聲音 那我想這個部分就是 其中大家的一些考慮 另外一些考慮我想就是牽涉到 大家都會想勝算 當然都是其中一個考慮 我們自己去判斷 當然就是現在有幾個因素 會影響到那些選民 第一就是他還在香港 就好像很多人大家都知道 那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第二個我想會影響到的就是 大家其實經歷了區議會選舉的改制之後 我們在坊間有很多跟市民接觸 或者我自己親自去跟街坊談都好 大家其實都OK無人 大家都是這樣玩 玩下去有什麼可以做到 我想那種的無力感 仍然是很強烈 很清晰的給大家感受到 這個我們也是很感受到 這個我相信是很影響到市民 會不會投票 但我想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如果我們有些黨友最後出選的話 就是我們去說服他 我們其實仍然是可以 在很有限的空間裏面 可以做到一些很微細的工作 那些事情可能未必是很弘大很厲害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就是 有嘗試 有聲音總是好過沒有聲音 環境幾差都好 那試一下 是不是好過不試呢 我想我們要去說服的就是 說服市民 他們去認同這個想法 那市民最後會怎樣選擇 我們沒有辦法去預計 但是這個是需要去做的工作 而不是我們現在這一刻 看到的情況是這樣的 我們就因應這一刻的情況 我們就去做一個另外的決定 會不會擔心 會不會擔心入賭閘 另外我也想請問一下入賭閘 你們都會不會擔心入賭閘 或是高當選人 會不會違背你的地方 或是立場的初衷呢 會不會擔心入賭閘 會不會擔心 因為你都不知道他的標準 實際是怎樣 當然他們說得很寬鬆 只要符合兩個大的標準 就可以了 就是什麼 就是擁護香港特命政界 和一個基本法 我們這麼多年以來 這麼多次參選 我們都簽過很多次那份聲明 我自己簽了四次類似的聲明 每一次我都是很真心誠意地 覺得自己是在擁護基本法 以及去效忠香港特命政區 但是對於他們來說 是不是足夠呢 你沒有辦法去評估 也沒有辦法去知道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得擔心 也不能夠將這件事 去納入我們考慮的因素裏面 當然 我想對於 如果有人進入了閘 甚至當選的話 我對於民主黨的黨友是很有信心的 我們是會繼續秉持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立場 我們擋綱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不會因為大家在區議會 新的區議會 然後大家就不敢說話 也不會因為他成為了區議員 所以就更加紮忌 我自己會相信 如果他是黨裏面的一些 有選舉的公職的人員 其實他是更加有責任 去講民主黨的立場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以來 都奉行的一個做法 就是我們盡量都是 希望有一些選任的公職 是由市民去投票出來的人 可以擔當到更加多的職位 我想這個都不會變 正如剛才說 就是有很多的立場上面的事情 包括對於不同的選舉制度的轉變 對於現在香港社會的氣氛 對於一些政策究竟怎樣去執行 或者一些法例怎樣去執行等等 其實我們過去這兩三年 即使國安法立了之後 我們都是繼續盡力去嘗試講 當然會小心點講的 但是我想那個立場 不是因為大家 反而你進去議會裏面 就更加不敢說 我覺得這個 我自己又覺得出現的機會 就會很小的 可以分享給我們嗎 你們都是去參與那次改制之後的 第一次的立法會選舉 今次決定去參與區議會選舉 其實在立場方面有甚麼轉變 以及如何說服支持者 你們有甚麼轉變 幾次的籌款晚宴都是被迫取消 會不會是在財政緊絕的情況下 不得不參與區議會選舉呢 如果這次參選 而又可能未必進入閘 未必不讓人當選的話 是否都會影響到你們 即是怎樣繼續生存下去 怎樣繼續運作呢 好 我想 2021年那次的選舉 我們一直都是講 我們嘗試開放提名 在最後階段 但是沒有人得到 足夠的黨內的支持 黨內的提名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 有人需要行過程序 這個是當時的情況 但是你說 會不會 那時候會沒有人去考慮 但是今年會有人去考慮呢 我想原因有很多樣的 包括了大家對於社會形勢的判斷 包括了當時2021年的時間 其實那是一個立法會選舉 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區議會選舉 大家的程度會有不同 可能大家會想要參選立法會 可能就要一些更加高知名度 更加有社會影響力 更加受市民支持的人 那區議會選舉可能相對而言 大家覺得可能在自己的選區附近的地方 都有足夠的能量 那這個可能都是一個影響因素 那當然那個社會氣氛 那2021年的時候 那個選舉的發生 其實是很趕急 很闖絕 突然間改制 改完之後 就突然間就已經要去選 也都沒有任何的準備 那所以我想這些都是會影響到 我們去不同的朋友 他們去選擇 究竟自己是不是會嘗試去參與 那個選舉的一些影響 至於我們的籌款晚宴 或者其實都不只是籌款晚宴 我們之前嘗試搞的春鳴 會員聚餐等等 都一直被一些很奇怪的原因 或者一些不知名的原因 就突然間去到最後取消 這個情況我想 香港市民也有眼見 你說民主黨真的這麼黑仔 這麼不幸 我相信普遍市民 都未必會很拜託這一套的說法 但是我想我們一直以來的做法 就是我們盡量去嘗試做一些 我們覺得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受到阻礙也好 受到其他影響也好 那做不到就做不到 那我們就再試過下一次 看看又怎樣再搞 那這個就是 我想我們過去這一兩年裡面 其中一個很盡力去做的一件事 就是不要因為一些的挫折 或者一些外來的影響 或者打擊 就令到自己不做一些 覺得應該要做的事情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會繼續去堅持的事情 至於會不會影響到區議會選舉的情況呢 那我想如果真是純粹是錢的問題 那我想對於我們區議會選舉 就不會是一個有什麼很重要的影響 就是第一就是 其實這個晚宴搞不搞得成 其實大家在一開始的時候都沒有什麼把握的 但是大家在一個討論裡面 那都是覺得都儘管嘗試一下 那我覺得我們這個 都是我們在面對很多不同的問題上面的 其中一個處理的方法 所以對於我們來講 搞得成也好搞不成也好 那我們不會覺得 那就等於我們是未來是應該要去參與 還是不應該要去參與 這些因素對我們來講 我覺得不是一個核心最重要的考慮 至於你說選舉之後 究竟我們有意識沒有意識 是什麼情況 我想到時候再討論 到時候會有一個財政的情況又是怎樣 那我想到時候才討論 我就不會在現在這個階段去思考 我們如果選到又怎樣 如果選不到又怎樣 我覺得中間的變數真的太多了 就是你由拿不多提名 過不過到之後審查到投票的投票率 是多少是選到一個 還是選到五個還是選到十個 實在太多不同的變數 那我想到時候 當一些事情塵埃落定 我們再思考一下 到時候再判斷 是